大陆四川省省长蒋巨峰21号带领四川团到访台湾 进行为期期间的招商访问 23号上午他在台北原山大饭店举办论坛的时候 遭到了来自台湾民间团体的抗议 抗议团体和饭店人员发生冲突 台湾时政评论家林宝华被几个安保人员 违宫拖走推丧场面一度混乱 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 台湾青年反共救国团与图博之友 23号已经定好在原山饭店召开记者会 谴责来台访问的四川省省长蒋巨峰迫害人权 并要求中共释放爱未未 林宝华太太杨岳清向新唐人透露 原山饭店临时取消记者会会场 导致饭店员工与民间团体发生肢体冲突 我们早就已经上个礼拜就已经住了一个会议厅 呃要开记者会嘛 然后临时我们去到呢 他说你们是有目的的 这个地方不给你们用了 那我们当然生气 当然跟他理论了 理论他们就围过来把我们 把我先生要拖出去啊 把他打倒在地上了 严月清女士说 遭到围攻的林宝华先生虽然目前没有大碍 但需要卧床休息 林宝华是资深的政经评论家 中共党史学者 也是资深的新闻媒体人 经常发表时政评论 抨击揭露中共体制 杨月清女士推测 这次冲突背后有中共黑手在操控 自从去年以来 台湾的立法院通过了拒绝对涉嫌违反人权的中共官员 及高干签发入境许可的人权提案后 台湾已经有12个县市议会通过了这项人权提案 而在此之前来台的广东省省长黄花花 陕西代省长赵正勇 宗教局长王作安 湖北省委副书记 610办公室杨松等 在台湾都被出告诉 3月准备来台湾的安徽省长王三运 被台湾人民提出迫害人权的市政 并要求台湾政府拒绝他入境 新唐人记者李静 周新意采访报道